是一个采访 采访这个伊藤美成的时候 她为什么会成为乒乓球队员 包括到现在为止的这个成绩 是什么样鼓励 她是说是她的母亲 从小会在她的耳边 去跟她说 一定要打败中国队 一定要打败中国队 然后她就 她就锻炼了她自己的这个强大的心理 然后要去和中国队抗衡 包括确确实实 她现在的成绩也成为了中国队 不可小 去的一个对手 从您的这个成长经历当中 您的母亲 或者是您的这个乒乓球生涯 刚开始的时候 是否有过这同样类型的阶段 就是说对于中国队的这个注意感 我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努力 当然是一定要努力 然后就是中国队是目标 我一直在不停的说 就是他们就是我的目标 其实说实话 伊藤跟我是真的是不一样 可能伊藤美成他妈妈也是 我也听说过这个故事 就是一直在耳边刷 他的心理数字也是跟我不一样 我的心理数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差 对所以就是伊藤美成是有一颗就是我一定要就是我要赢中国队 我的水平就是够了 我就是有实力的人 就是他是采访的时候也是这次也是视频台周星的采访 他自己也说就是跟从今的自己比起来 自己是现在是最强的他是敢说出来这样的话 那我就是不敢说我就是觉得自己是真的很差 就是一直是没有自信吧 所以就是赢了就是就是拿了冠军的时候也是我是特别害怕 下次拿不了冠军是怎么办 会不会大家都说 爱讲已经没实力了 实力不够了 就是如果是大家这么守我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我是一直是我的运动生涯里边是有这样的心 一直是很紧张很害怕 所以就是打到最后也是没有自信 所以跟中国队打的时候也是 我当然是想赢 但是我的心中一直都有 就是真的是太强了 我赢不了我的实力真的是不够 就是用普通话的说法就是心理包袱很重 对我是不管是做什么事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的是最差最差 所以比赛前也是如果是0比4输了怎么办 去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如果我拿不了奖牌怎么办 会不会让大家失望 我是第一个是会想到最负面吧 不会是这么的有自信的 所以我真的很羡慕那些就是拿过冠军的时候 就是特别有自信的可以表现自己的那些人吧 我到最后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跟伊藤美成的心理数字是不一样的